接下来讲一下声调 我们讲话的声调 要配合对方所说的情绪 对方说一些不开心的东西 我们的声调也要配合 听过程里面 我们也要有点反应 嗯 哦 是 我们有点反应 对方才会觉得你是在听他说话 你这样做就会鼓励他说多些 接下来讲适当的沉默 如果对方有时讲完一段说话 停顿下来 有时我们不需要立刻接住 给他一些空间 给他想想他刚才他说了什么 又或者接下来他说什么 如果我们太快接住 可能对方当时有些情绪在 如果我们这么快接住 可能将他的情绪转移了 所以我们可以间中停一停 但又不需要太多 而且如果我们间中停一停 看一看对方 可能对方又会继续有话说的